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德国跌幅达到3.1个百分点之多 德国达2.87个百分点 道琼是大跌277点 港股部分也跌幅达到2.6个百分点 NAS在标普费半 这个韩武士部分的话 都是跌幅至少超过1%以上 担心今天是一个压力 压力感受并不意外 可是重要的是 在开盘开低之后 对投资人而言的话 买盘的部分的话 可以有进去潜入的机会吗 这个买盘的重心 如果可以潜入的话 重心在哪里 什么时候是最好的timing点 马上为您邀请到现场来宾 首先为您介绍是 顾德投物分医师 陈敦玉 敦玉姐姐你好 苏先生好 各位投资朋友 大家早安 以及为您介绍是 资认分医师 谢宗玲 宗玲早安 苏先生早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早 是 我们欢迎两位来到现场 宗玲 一开始先听一看你的看法 今天的台北股市开提并不意外 重要的是 财经首长记忆看 包含在外界的部分 像里昂上看台北股市的话 9600点高点 高市也是看上看到 9000点大关以上 可是面对这股压力的开始 什么时候会是一个好的 陈敦玉的机会 基本上今天一定开低 基本上应该这个不用怀疑 国际股是跌翻的 国际股在封关的那一天 我记得外资的空缆 还有一万四千多口 甚至于它卖超是一百七十几亿 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 甚至于遇到过年期间这一段 台股今天开低基本上是OK的 但是我认为 投资朋友你可以换个立场想 跌的理由是Q1减码对不对 那Q1减码 Q为什么要减码 经济开始慢慢转好 它才要减码 不然你不需要减码 所以经济转好应该算是一个长多 那长多的加工之下 Q1减码它是一个短空 所以变成说是一个长多短空 那你怎么确定美股不会再崩跌呢 美股基本上应该是不会再崩跌 为什么 因为它每个月还是继续印650亿 它不是说全部OK停住 就没有了 只是说之前是850亿 现在变成减码200亿 变成650亿 它还是持续在印钞票 那持续印钞票 因为美国它是很弹性的 如果说这个后面的经济数据开始不好的话 不好意思 这个印钞机可能还会再持续地印下去 但是650亿就是看看市场的反应 那我们常讲那个多头的加工 叫做还涨期跌对不对 那现在这个 现在不是还涨期跌吗 现在最终跌很凶 那跌很凶的话 今天是开地没错 但是如果说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 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 如果是一个长多短空的加工之下 那拉回应该是 你可以留意一个好的买点 但好的买点不是说 没那么多都可以买 因为我个人的看法 基本上我还是认为股票个股的表现 还是优于大盘 为什么 因为大盘在跌的时候 一定会有个股在涨 因为个股会不太动 就是平板整理一定有个股在跌的 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 应该就是把那种大盘在跌 不太会跌 甚至说大盘在跌 它还在涨的股票 已经把它找出来 因为现在是年初 年初如果说把这种股票找出来的话 它有可能怎么样 它有可能会贯穿今年整个的强势 好 终于说到这边的话 事实上也补充几个数据 事实上如果比较保守的分析师 来自美国的说法 他们认为说的话 这人为的一个操作情况之下的话 担心有一些比较泡沫的嫌疑 担心这个bubble 现在美国股市部分 公共融资高达4,451的美元 会不会担心这个bubble 会不会出现这个比较泡沫化的嫌疑 这一点的部分 等一下请我们对你姐姐 再来补充一下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封门之前 这个交易里头的话 几个关键性的数字 首先三大法人进出股市的概况 结果那一天大跌大卖了171.56亿元 唤醒你的记忆没有 再看一下融资的部分 这个投信的部分 投信减保7亿元 进商减保19.46亿元之多 和季三大法人那天大卖了198亿元之多 再看下去 看到资讯的一个变化 融资减少20.56亿元 在前一个交易的话减少10亿元 减少2天30亿元之多 那么融资账数也减少3.73万张 融资余额来到52.7万张的位置 这个数字的话也都是很大 好 我们再看一下去 要看到是在这个台子级的操作动向 首先要看到外资圈的部分的话 在前一个交易里头的话 这个融资的空单有些比较大量回补 结果又马上加空5,466口 现在空单已经来到14158口 外资圈台子级操作动向 可是对于本土法人部分的话 这个资议商进部位的部分多单 还有3318口 跟投信的小量多单只有282口之多 这在台子级的操作动向 好 马上就要来补充到 是在国际股市变化 尤其美国股市部分 美股道中指数的话 周一狂现有300多点 华尔街三大指数部分的话 礼拜二是反弹出现收告的情况 不过也冲击到了亚洲股市部分 年初的重新开始的香港股市部分 马是前提收盘重作有637年之多 也成为四年以来最糟糕的新年表现 华尔街周一矮红遍野 道成指数狂现300多点 市场人心惶惶 不过专家倒是相当淡定 直言股价本来就是起起伏伏 同时美股暴跌也是去年暴涨之后的修正 美股暴跌主要原因就是经济数据表现不佳 再加上行刑市场货币贬值造成的迷你风暴 还有美国上季企业财报表现不如预期 多重利空夹击美股一泻千里也拖累亚洲股市表现 香港股市年初五开市结果没有马到成功 反而重挫了637点 不但创下一年半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也是最近四年最糟的开年表现 不过香港官员倒是老神在在 还是看好香港股市今年的表现 美国联主会新任主席叶伦正式就任 上台后的效应也将开始发酵 而美国债务本周五即将注定 能不能再次化险为宜 也成为市场最关注的焦点话题 三连新闻为输入综合报道 好 亚洲股市的重挫情况之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今天目前为止所看到的一些 亚洲股市的开盘 尤其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在日本股市部分 这个开盘上涨了 弹幅达到1.57个百分点 上涨了218点之多 在日本部分 一月份制造业PMI部分来到56.6 另外一方面也来补充是在 韩国股市部分 韩国股市一开盘的话还是一样 这个开高了 小度开高了0.43个百分点 在南韩一月份CPI部分 年增达到1.1个百分点 好 回头 要来听听看对于姐姐你的看法 刚刚所提到 美股市部分的话 担心是一个压力 亚洲股市原本是一个重挫 但是在今天都出现了反弹 对于台北股市 有没有松一口气程度 马年人在说马上大赚 结果马上跌 会担心很大的压力吗 基本上来讲的话 因为我记得 我们在封关时有提醒说 你可以卖全资股 因为二月不看好 我觉得这个论调是没有改变 不过因为一下子跌太多了 因为如果大家看一下稻球 它整个元月份是跌了7%多 它去年涨了27% 马上就把那个7%跌完了 所以我觉得它再跌 会有抵抗的力道 但是它只可能有短反弹 那昨天它有短反弹 然后今天国际的股市 都跟着短反弹 所以今天其实 我们的开红盘算不错 刚好遇到人家反弹的时候 但是整体而言的话 我觉得这个压力还是存在的 但是也不用过度的一个悲观 因为这个就是每一个100亿 都会进入了一个大震荡 所以它现在才减到 第二个100亿 它还有第三个跟第四个 这个随时都会有一个震荡 请大家要有一个预先的准备 那应该以外资的口述而言的话 我觉得应该在2月中旬以前 这个大盘应该是要震荡打底 2月中旬以前 还是一个比较震荡打底阶段 也就是说可能要等待一个 比较好的买盘机会了 好 另外一方面就来看一下 台北股市的话 新春开放盘 政府基金的话 3000亿的子弹也上膛 虽然国际股市连续来的 一个重头之后的话 在今天看起来是都出现了反弹的行情 只不过这个反弹幅度跟力道的话 能不能再延续下去 特别的画面 我们先来看一下下 来看到大开红盘的机会里头 政府基金3000亿上膛 那么在四大基金 去年的例子里头的话 逢低加码 结果创下了高获利 今年一样采的是一个减便宜的心态 这个减便宜的机会 这个机会真的存在吗 我们来看几个关键性的数字 台股红盘里头的话 农历红盘的 这个红盘日的一个表现里头的话 将近近十年来 有80%的上涨机会 80%上涨机会 其中只看到2011年跟2008年 这两年的话 整个是一个下跌 其余的都出现了反弹 上去到了80% 那么在终点部分 就先来补充一下 你说今天开梯并不意外 可是重要的是 什么时候才是一个 出手的好的台并点 基本上如果说 从这个部分来看就是 它不是100% 那不是100%的话 其实我说实在的 美国股市 国际股市降跌 然后目前台股的状况 空单 那个外资的空单 这么多的情况之下 今天 如果说你今天真的有办法 开风盘然后大涨 如果说你真的有办法 这样搞的话 我2016我就投给你 但是 但是我说实在的 如果说以这个3000亿 那个上涨 3000亿 不好意思 那不是今天 不是今天三千亿就要降低 一年的扣打 那一年的扣打的话 我们刚刚在那个 智子好上还有讲到 他说逢低买 对不对 逢低买 那什么叫做低 如果说这段期间 国际股市平均跌3%来讲好了 现在台股8000多 3%是多少 就跌200 跌200 我认为这个跌200 如果说打到8200这边 应该他就会停住了 我的看法 为什么 因为短线上如果说你从选择权的卖权来看 其实这边挡了8200以下 这边挡了非常多的微品商口述 那既然挡在这边的话 如果说庄家再往下灌 庄家的都了解了 那既然都了解了 应该就挡在这里 甚至于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台股的那个K线 稍微缩小一点 发掘一件事情 季线基本上一定破了 最近那个季线基本上没什么抵抗力 那季线破之后 他会在下面混一段时间 那混一段时间之后 他会再跑上来 所以我的看法是 如果说国际股市 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 就是一个长多短空的状况之下 短线上打下来 那打下来当然就是第一个 大家可以留意 我认为可以留意两个买点 一个叫做什么 合理的买点 就是每个心目中的合理买点可能不一样 比如说有的股票赚三块钱 我认为三十块是合理买点 人认为说可能二十七块才是买点 这个东西不一样 但是当你认为你合理买点到的话 你第一笔单先进去 再来呢 再来等什么 等转钱买点 因为如果说像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 季线跌破 如果说它占为季线 季线跌破 再会一段时间 再占为季线 基本上就是要转强再往上涨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 在转强那个地方 你可以再打第二笔单进去 所以我的看法是没那么悲观 在这段期间就是 如果说政府说 因为年底要选举 三千亿要在下面挡的话 我认为逢低买进 可以跟着它一起逢低买进 好 那么对于几节的部分 等一下请再补充一下 这个止跌的机会到底在哪里 止跌的机会在哪里 我们先来看一下 台币股市今天这个新春开放盘 封关期间国际股市震荡 财经首长昨天纷纷信心喊话 力挺台币股市 同时在昨天美股股市 已经出现了反弹 包含现在的雅股的部分的话 也都出现了反弹行情 可望减晚这波国际股市 对于股债部分的话 台币股市的一个冲击跟影响 透过画面我们再看一次 这个美股回神台股 真的是压压惊 美国工厂订单降幅比预期小 道琼早晚出现了反弹 财经首长是乐观后世 甚至于封关期间里头 国际股市变化 我们再看一次 在日监部分跌幅达到6.6个百分点 英国则是3.1个百分点之多 德国 道琼 在港股部分跌幅了超过2%以上 包括Nest的部分也是一样 那么我们还是特别强调 这个银蛋上盘3000亿 准备要买 可是对于台北股市投资人员的话 这不像有3000亿这样的资金 怎么样会寻找一个 切入买盘好的机会 我觉得大家可以观察 因为我认为个股 如果它比大盘强势的话 不占指数的 其实你可能在这一两个礼拜 就可以先找 但是以就指数的角度来讲的话 外资的动作 大概都是一个月结算一次 所以大概在结算前的 那个礼拜的前两三天 其实如果有低一点的话 我觉得它会为隔月去做布局 那如果所有的讯息 包含你减的100亿 还有就是美国订单的一个衰退 这两个礼拜也够消化了 然后这消化过一段时间时 大家又可以对未来有所预期 那对下个月份就反而会是好的 所以我认为如果说你用指数的观点 来去挑股票的话 那你可能要等到结算的 前后那个礼拜会是比较好的 但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美股在价跌的过程当中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肺半它是越跌越少 道琼跌最深 然后接下来是纳斯达克 然后SNP SNP和纳斯达克里头 都有个这个苹果 刚好财报不好 都跌得蛮重的 但是它的费办反而不错 所以代表说 其实高科技的股票是不错的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一个念头里头 去先寻找 这个股的变化 跟所谓的大盘指数 还是有差的 好 这是一些 整个买盘技巧 这观察重点所在 另外一方面就要来看一下 这段时间里头您注意到了吗 尤其在美国股市大幅都崩跌里头 有几个比较指标性的题材部分 还不错 维持一个相对强 像Tesla相关的 像Google 甚至像Micro 等一下这对题材部分告诉大家 可是您所听到的里头 有听到苹果吗 苹果法说会低于市场所做预期 结果瑞银等的外资圈法人也预料说 今天苹果供应链的股价 将承受莫大的压力 尤其是封关之前的话 外资圈已经连买14个交易 合计有33.5万张的鸿海部分 持股会不会出现松动 这是一个相当相当关键性的指标 通过画面我们就先秀出来看一下 苹果展望不如意即 鸿海真的不妙了吗 连买14个交易里头 买借有33.5万张之多 那么这鸿海是一回事 35.8万张之多 正微买借有2万2千多张 加零 真顶 TPK 甚至清普部分的话 都是一个买盘力量 买借的力道 大力光买稿有2649张 那么对于姐姐 记忆不会听听看你的看法 苹果概念股会担心有重大压力吗 我觉得会 可是比较大的压力 大家要看 我就要看两张股票 一个就是鸿海 我记得那天 我们讲说封关的那一天 拉上来调节一部分 就是很怕开红牌子不如预期 可是因为外资 它今年来讲的话 如果以苹果概念股而言 它应该焦点是放在鸿海 大家可以去做一个注意 然后拉回来的话 去看它的一个支撑补破 你才能去做一个介入 我觉得要注意另外一档 就是大力光 其实我在连线时 有跟各位提醒过 我说大力光告诉我们 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警讯 就是第一季 通常你也不会看到太差的财报 但是能见度 居然没有第二季以后 这个是对台股 比较大的一个警讯 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力光 一个股王 代表大盘指数非常重要的 其实股王在封关的前后 就在告诉你说 指数不会创新高了 因为它有一天突然差一点点跌停板 对不对 所以这是预警 所以如果 我觉得整个鸿海集团 应该不说应该整个 苹果概念股 你一定要观察这两档 对整个大盘都有相当大相当大的影响 好 如果终于想请听到你的判断的话 对于苹果的概念股部分 尤其在法术会过的话 这个直接是大幅度崩跌有8%之多 相关的概念股呢 其实相关概念股我认为 其实现在不是布局这些概念股的时候 可能在等一个月到两个月 为什么 因为你从苹果的法术来看 它有说要推新产品 对不对 它只要每次推新产品 就会这样什么 就会这样观光 有点是它今年准备要推的新产品 是属于大十寸的 不管说大十寸手机 或大十寸的平板电脑都一样 它预计可能会在7月跟8月 它说就是第二季跟第三季交接这部分 就是要7、8月这个地方好好推 7、8月要推的话 如果说你现在准备要买手机 或你要换手机 或是说你有兴趣对苹果这个 新闻有兴趣的话 你现在会去买旧的吗 现在是2月 2月你去买那个旧的 那可能过半年之后 你那个旧的 可能你拿去中国市场卖了 那如果说你这个地方 7、8月它要出新产品之后 你往前推 那就是5、6月这个部分 5、6月它开始铺货对不对 那5、6月开始铺货的话 那是不是差不多4月份 4月份这个地方 领主舰就要开始出货 那可能3月份就要订 那个领主舰供应商跟订规格 所以呢 所以基本上这些领主舰要动 甚至说平衡开始拉货 应该是在3、4月份的时候 就是我的规格定好了 然后开始领主舰这些供应商也订好了 才会3、4月份 所以呢 所以如果说以这部分的话 就是误局这些苹果的概念股 应该是在3、4月份 那刚好刚好现在打下来 打下来如果说这些股票掉下来的话 掉下来的话就是一个 我认为掉下来你可以留意的 因为 但你也不要想说 我买来买天隔天就要涨停板 因为你要布局的是 3、4月份它拉货 然后到5、6月份 7、8月份它就营收上来 所以基本上现在还是 我认为就是你可以把股票选好 然后呢 然后等到它转强的时间一点 好 这个终点说法里头的话 这看起来买盘的话是有机可循 只不过实际味道 到底在强调的买盘重心在哪里 我们准备先休息一下 回到节目现场继续锁定 产业最继续标 黑松茶花绿茶 荣获健康认证 让你享受美食轻松点 黑松茶花狂想打美乐 199香小披萨 四开评标再送大奖 60年金商标的同融于贯 世界各国的肯定 品质保证 外秀全球 台湾No.1 同融于贯 88路线竞赛 本车开往台湖大道 第二杯半价一够88元 台股受到激励 家民之处开盘上涨88点 所有的消息面说 单力财经台在88频道 范一华 蔡伟婷 李星云 杨一梅 陈舒贤 王志玉 台湖的起点就在三立财经台 索叮叮叮 每天发发 就在中间的地方 它就是会看到黑色的影子 这一个灯具呢 它所照发的光呢 比较均匀 比较均匀 这一边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它这个发光体的下方跟上方呢 比较暗 光线呢 它就会造成很高的一个能量 往往就造成你 同班部的一个受伤 男女在爱的过程里面呢 就是有的时候 瞳孔会变大 那瞳孔在变大的时候呢 其实青光炎 它就是怕瞳孔变大 请锁定养生我知道 周周来报道 王现前老师亲自传授的 波段转折交战秘籍 破盘体验班来了 您进出股市 总之多空不明 错失转折点 追高杀低吗 学会一身好功夫 就能领先市场早知道 洽询专线 0277251377 77251377 一腾非球面镜片 推广专案 现在配一腾镜片 免费升级非球面镜片 一腾进价 加价购 只要980元起哦 Kobayashi 小灵眼镜 股市不只是加权指数 上上下下 汇率升扁 到底代表什么 产业赚不赚钱 跟你我有什么关系 互动式的财经平台 带您深入探索 每个资讯角落 全新改版 内容升级 进行锁定三立财经台 1900财经新闻 1900财经新闻 曾经做过极美 信义之心 何宝来花园广场 这一次不再遥不可及 永和时尚最大开发 极美一品花园 89288588 今年到 正新大和气 日式精品门窗 祝大家春到福到 好运共通 报道 用正新最安心 好 欢迎再度回到 节目现场 马上来看一下 近日大事迹 特别定例一下 在马年台股新春 大开红盘 有没有这个机会 结果这个开盘里头的话 有几个注意到的重点 首先就在增资股的部分 联发科 这个关键性的公司 联发科的部分 新光钢 银钢的族群 现在基本面的话 是不是有开始有好转呢 华盐 红康跟辣椒 这是在增资股上市部分 除权系题材里头 新世纪跟生阳科 好 马上要锁定 是在产业的最聚焦 产业最聚焦的开始 首先就是要看到ADR重挫 真的实际里头 ADR的确是一个重挫情形 全职类股卖压会比较重吗 封关期间 台阶跌幅达到4.5% 这是一个补跌的指标开始 细平跌幅5.8个百分点 有达跌得更重了 6.1个百分点之多 这些全职类股题材 要特别小心了 15党库藏股来护盘 立抗股灾 可是这是点火的重点而已 没有具备全职的概念 库藏股的护盘 还不如业内自救 是这样子吗 再看一下 需要看到低润族群部分 三巨头看有整个产业的前景 当然第一个 高企权董事长的部分 华雅科是南科的部分 另外就是在历经 历经董事长黄重仁 甚至于在陈立白 陈立白的部分 陈立白是卫康董事长 所看到尤其在美光部分 micron相对抗跌 产业面是相对比较有称的情况 Tesla跟Google部分 业绩还不错 相对抗跌 供应链会是比较积极受惠吗 这两大题材部分 我们稍微再继续地做追问 至于在广达 云敦业绩穷千亿 外资控盘股的部分 投信持续还在吃货当中 尤其在广达身上 再看一下类比IC 利奇亚盛群等等 转型拼新蓝海 外资跟投信加码股票 真的能够抗股灾吗 好 这一开始的话 我们先听听看 在中年部分先来看到 全资类股 尤其在ADR这段时间 重座台积电 友达甚至在细品的身上 这个重座压力 让今天形成更大的压力 可是重座代表什么含义呢 基本上这叫全资股 全资股 投票朋友 你手上有全资股吗 没有台积电吗 台积电的融资低到不行 友达在封关的时候 基本上也是跌了 那他跌了6点多% 友达我记得在之前的时候 那书先问过 我说友达这种 基本上他跌破10块钱 就是以台语来讲 跌破10块钱 跌破10块钱 跌破派卖价值 表示什么 表示这家公司 基本面可能有点问题 那因为面额是10块 如果说你的面额 都收不回去的话 表示你公司都没有办法 自救的话 你没办法自救 那请问我要怎么救你呢 所以这种股票 所以这种股票 基本上就是 等他站回10块钱 再说 那细品跟台积电 基本上是一挂的 那台积电跌了 跌了4 5% 那细品基本上 也应该跌是5% 那这段其实它是跌了5%多 但如果说你把这个地方 算一算的话 表示什么 表示这些全职股都跌了 差不多4%到5%左右 那4%到5%左右 如果说光这些全职股 如果说今天开红盘 是要准备反映这些的话 应该一开最少100点 那一开最少100点 我还是要说 这些是全职股 那你有全职股吗 你是说全职股架起来 至少开低个100点 对 就开低100点 所以100点以上 对 100点以上 我也是 你有全职股吗 因为这种全职股 基本上除非外资继续推 因为那种股本那么大 除非外资推 不然呢 不然不会动 那既然不会动的话 其实我一直跟大家说 留意的是在可能 比较中小的新闻 或者说跟指数比较不一样的 像我们刚刚那个新闻 大家也有看到 比如说像Google TESTA不跌 为什么不跌 比如说像TESTA概念股 台股有没有TESTA概念股 有啊 他们有跟全职有关系吗 没有 Google有没有概念股 有啊 跟全职有关系吗 跟全职 好像除了广大以外 不管其他都没有关系 所以其实很多股票 都跟全职股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地方 像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 美股在跌 TESTA不跌 Google不太跌 甚至美光这地方还不太跌 那台股有没有相对这种股票 我认为有 那既然这样的话 就是这种股票 为什么大盘在跌的时候 他们不会跌 是不是界面特别强 或者说今年特别有转机 我认为就是把 现在就是把这些股票找出来 那如果说你比较胆小 你可能不敢 没有关系 但是呢 等到转强的时候 我希望你是第一个 可以跳进去买 好 全职股的话 投资部分可能不多 可是重要的是外资宣在杀 那么在对于解释 这个部分的看法 对于全职类股部分 尤其在ADR重做 那么对于今天的联动 跟影响或冲击的话 怎么评估呢 我觉得今天 在100多点内是正常的 那当然如果看 台积电的ADR是跌4.5% 不过我们在封关那天 台积电就已经开始大跌了 因为外资大卖100多亿 所以我觉得今天 就是百元的保卫战而已 那整个盘面上而言 今天或许没有大家想像的 这么恐怖 但是问题是 如果外资没有回补的话 其实它的卖压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刚才一直强调 就纯指数跟全职股而言 大家不要寄望太大 你就在那个 大概是在 我说过的结算前后 再来看 再去寻找 再去挑就可以了 但是整个盘面上而言 我们也是常常强调 你可以看到美股 它其实有反应 反应到它的一个经济数字之外 它也跟财报有一些关系 苹果是不如预期 但是Google跟所谓的特斯拉 它的财报是OK的 Facebook也是非常好 所以股价其实是有涨的 所以我觉得整个盘面上来讲的话 扣掉全职 整个盘会回到基本面 好 这个全职的股份 这个影响部分 刚刚所提到是冲击性的力道 可是有没有可能是一个亮点所在 或者是一个互盘的重心 这指的是自家公司来互盘 15党库长股的后互盘力道 立抗整个股灾 业内自救就有机会吗 另外一个部分也并来补充一下 我们来听听看在周年的看法 迪伦族群三巨头看好在前景 事实上大老板的细心喊话 甚至于像高纸兄董事长 还特别看好说 这三年之内的景气面 您的观察呢 基本上在丰弯这段期间 有一些公司已经发布了 去年第四季的财报 其实很多公司都是怎么样 很多公司都是第四季的获利 只有第三季的一半 但是第四季上面股票有涨 第四季股票是有涨的 我们可以故意这样解读 因为第四季是做梦行情 所以都把业绩灌到第一季了 那现在二月初刚好 要准备公布一月份的财报 所以你可以留意 比如说第四季 最近公布第四季财报 比第三季差一半以上的 他们在一月份 是不是业绩会上来 因为如果说 一月份业绩再没上来 那业绩到底哪里去了 可能就真的是要往下掉 但是如果说你从这部分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华雅科 华雅科他也公布了 第四季的财报 他公布出来的数字是1点 我记得是1.68的样子 那1.68他第三季1.22 第四季比第三季 基本上还成长 成长差不多有四成左右 那表示什么 表示他的基本上 真的是OK的 他不是那种碰碰公司 那既然不是碰碰公司的话 第一段基本上 需求今年在不在 我认为需求还在 因为他的主要最大需求 就是中国大陆白牌冰安电脑 那中国大陆白牌冰安电脑 其实就目前来看 基本上还没有什么 太大警讯还是OK的 但是供给 供给这个地方 有没有一些什么警讯 供给目前来看 还是这三大巨头 那三大巨头 只要这三大巨头 我说的是到目前为止的状况 到目前为止的状况 只要这三大巨头 没有偷偷的增加产能 这个价格是OK的 基本上还可以hold住 如果说他们认为说 这个价格上来了 那我偷偷增加产能好了 不好意思 其实这种公司都一样 这种产业都一样 3DS都一样 价格如果上来了 大家如果不增产的话 都还OK 但如果说增产的话 可能价格马上要下来 所以我认为后面是 其实到目前为止来看都OK 甚至华雅科今年应该可以赚个 差不多五块左右 五块以上基本上是 没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为什么 这样有一个重点就是 为什么今年可以赚五块公司 股价还在二十几块 就很简单嘛 大家担心 如果说这个价格上来了 会不会你再偷偷的增产 所以后面要关来就是 像这些低润三大厂 有没有偷偷增产 因为它现在不会告诉你 它告诉你的时候 可能也掉下来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 后面大家要观察的 再来我们看这个15党 库长股字就 库长股字就 基本上都是属于 比较中小型的股票 对不对 那比较中小型的股票 基本上都跟大盘全值没有关系 所以我还是要把这地方 其实我个人看法是 看盘的时候 你要把全值股 跟一些中小型的股票 先分开一边 因为比如说像 那个封关的时候 投信在卖 那投信在卖 请问封关 你整点来看 投信是卖的没错 但是请问投信 有没有买的呢 投信当然有买的 他也有持续看到股票 那大家可以想一件事情 为什么大盘在跌 大家这么害怕 为什么他们一定要 在那个时候去买 那是不是有什么样的 故事或题材 即使他们说 现在没买不行 因为后面可能 可能没有根底价了 所以我认为像有些股票 就是指数跟全值 你要分开来看 指数 今天我认为指数 不会太好看的 你也不用期望说 什么叫大涨特涨 我认为 都不用 就指数方面你不用期待 但如果就个股呢 我一样那句老话 你可以留意 不会跌的 这是逆势在涨的 那为什么逆势在涨 大盘这么烂 甚至如果说 封关的时候它在涨 今天又涨 那是不是有什么 特别的题材跟故事 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有没有可能 从年初开始涨 可能涨到年尾 我相信大家都在寻找什么 像去年大盘也不怎么样 但是呢 有没有涨半天的 有啊 美律不是涨半天吗 如同不是涨半天吗 大润光不是起来 要避免叫 所以我的看法是 你把指数跟个股分两旁 指数 不太好看 甚至今年 可能也不会太好看 但是个股 我认为今年应该 还是会有个股走出 自己的大波动 这指数先放两旁 个股是在摆中间 刚提在里头 所看到有实施库藏股部分 有一些像在Michael 这个相对抗跌情况之下的话 大老板信心喊话 另外一方面 我们来看一下 TESTA概念股 跟Google的一些相关概念股 甚至云端充业记忆的话 像广达这档 个别有题材里头的话 这部分我们请 对于姐姐来补充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其实就提到了说 在美股来讲的话 虽然它的指数都大跌 但是有几档股票 它其实相对而言的话 是抗跌 甚至有的是涨的 其实它都跟今年的 流行题材有关 包含电子车 包含云端 所以包含物联 包含Facebook 我们刚才都提到了 其实这个概念一直都存在着 所以我认为 整个大盘来讲的话 指数它因为是受控于谁 受控于外资 手上的筹码太多 但是个股 它一定是回到 重回它的一个基本面 只要你有个成长力道 都还会有 相对的我对 今年的低际看法来讲 虽然我们说二月会看淡 但是我们说低际的话 因为也包含大力光的老板 都讲过这么一句话 第一季的能见度是有的 它的能见度会存移的是 在第二季以后 所以我们觉得 在第一季而言的话 还是会有个别股 有突出的一个表现 所以你如果在封关前 其实有很多个股 它是不跌 甚至抗跌 甚至有创新高的 代表说 它实质上的利基 让所谓市场的户 大户敢进场 在封关前 都还敢持续进场的话 代表当然 它一定有一个利基的在背后 所以我还是要讲说 如果是对的题材来讲 哪怕指数再下跌 它都会抗跌 好 所以这个题材部分 要特别留心到 尤其在今天 连续两天 我们都订阅给大家 包含在今天部分 如果大盘真的是 重头的情况之下 这个亮点 这个维持相对 红盘的位置的话 这些个别的题材 又是哪一些 这要特别留心到 再补充到是 在类比ICC块的话 转型拼新蓝海 新蓝海的部分 外资跟投信 持续加码的股票 真的能够抗跌吗 这一头 包含一些相关的 IC设计族群 能不能继续走强 往往电子股当中 IC设计能够有些 吸引人气的作用 这一次呢 我觉得IC设计里头 要看个别股 因为这一次还提到的话 应该大概都跟汽车电子 有一点点关系 或者是跟物联的关系 会比较大的一些IC设计 它在这一波的表现 应该说从第四 去年第四季开始 业绩就有拉升上来 所以今年来讲 因为整个IC设计的个股 高达六七十档 跟那个生技股一样 真的很多 所以不代表说 每一档的IC设计 都有机会上来 所以我觉得 它还是个别股 如果你是沾到了 所谓的物联 沾到了所谓的电子汽车 沾到了所谓的气概股 大概还是有点机会 不过大家要注意一下 气概股有个讯息 应该昨天德国 欧美股市大跌的过程当中 汽车概念股市有下跌的 代表说他们的 这个第四季的买气 好像没有延续到第一季 如果没有延续到第一季的话 那当然有的个股 你就要观察而已 好 那么在终点部分 来补充一下 IC设计你会看中哪一块 基本上IC设计有很多块 甚至有一些比较有梦的 我认为其实IC设计 它还是走一个做梦行情 那做梦行情 比如说像那个496普瑞 它做那个EDP的 EDP如果说后面 苹果这个地方 它要推大指寸的话 其实EDP甚至说 一些非平静影的话 是不是会共用那个东西 会不会共用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其实说穿了 投资朋友可能不知道 EDP是什么 简单来讲就是 它是个界面 可以连到你家电视 所以如果说你在 平板手机看那个电影 可能看得不清楚的话 你可以连到你家电视看 就用那个界面看了 那个界面基本上 他们公司老板 基本上就是那个协会的 明天法说 对 协会的那个理事长 所以这个 是他们制定的那个规格 所以我认为这样的股票 它有制定规格 你这个基本上 我认为是还OK的 那除了这部分 比较有梦就是像那个松翰 松翰切入什么 松翰切入到那个 亚卯迅的那个无人机 亚卯迅不是做物流吗 做物流因为 美国不像台湾 有很多高楼大厦 用飞机送过去 对 用飞机送过去 结果你订单 到他们那边之后 然后用无人机送过去 那无人机上面有那个镜头 镜头就是松翰做的 那今年2014年 因为他们现在卡在一个法案 那个法案可能在2015年才会过 但是呢 题材一定会先发酵 所以我认为像松翰这种 头信一直买 一直买上去 基本上我认为像已经OK 那除了这个 除了这个以外 就像像盛群 盛群它有切入在物联网 其实物联网这东西 我认为像那个网通这部分 基本上 虽然说指数会跌 但是 指数在跌的时候 有样东西会跑出来 什么样东西跑出来 指数在跌的时候 会回到马克思的需求主义 最下沉那一块 就是生理需求 生理需求叫什么 就是食衣住行 基础建设 因为总不能说指数 总不能说景气不好 我不吃饭 这一定要吃的 怎么景气不好 我不穿衣服吧 不可能 或者是什么看病 景气不好 不用看 生命不用看病 不是 就是它回到这一块 最简单的那个生理需求 那生理需求 像那物联网这东西 就是 就是在继续网通 那网通 景气好要做网通 景气不好 不用做吗 好像要做吧 既然要做的话 而且这个东西 还是中国这地方独特在 中国十二五计划 它重点在培持这个产业 谁 基本上盛群 就是盛群 刚才在那边 所以它最后 基本上像这个部分 像我们刚才讲的 像普瑞 像松翰 现在像盛群 盛群基本上 最近那个投信 好像也是在下面 买卖胸的 那买卖胸 我因为像这种股票 有拉回来 涨第一段的时候 可能大家不敢 甚至说还没发觉到说 涨上去了 但是等它拉回来的时候 我认为像拉回又遇到这种大盘 在碎尾的时候 像这种地段掌上去 你没做到拉回 我的看法是这样 从高点算下来 差不多15%左右 基本上是法人 才会在进场加码的点 所以高点算下来15% 就是你准备要留意 是不是准备要该进场 好 我们把握时间 赶快请我们对于姐姐来看一下 您短信上的操作建议 那么短信操作建议里头的话 首先要看到的是 这是一个比较保守观察 而且不看好二月份跟开红盘 你有理由 特别理由在哪里 我记得在封关的时候 我们就来讲了 我说你在最后两天的话 把全部资股赶快卖一卖 因为那是政府最后的一个护盘 那二月份来讲的话 本来就是多四支休 那既然外资都已经集结空单 在高档的位置的话 那我认为它在结算 结算大概在18 9号吧 那在结算之前而言的话 这盘如果要弹上来 它就算有反弹 它的力量应该都不算是非常的大 但是呢 之后的话就不一定会看这么快 因为我刚才有讲过 第一季是一个机会 因为至少人家告诉你有能见度 所以我不看好的是二月 应该说上半旬 跟整个开红盘 那是延续封关时讲的话 那我记得我看好物联 智慧生活跟自动化 跟工业电脑这一块的话 我应该是从上节目来 就一直跟各位讲说 他们在今年上来讲 都是一个流行的题材 那也是是上来而讲的话 今年会有一些新品 跟所谓的手机不太一样的市场 几乎也都在这一块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 还是值得注意的 当然一定要搭配到什么 基本面上而言 因为我们说财报是一翻两瞪眼 同样的题材 不一定都会同样的上去 那看坏的 那当然就是之前就跟你们讲 要卖一些全职股 那当然就是先保守看坏 也不是说看坏了 保守看待一些大型全职股 因为有的全职股它是有题材的 打到低点还是会有人回补 因为现在是很多人都有钱 外资有钱 自营商有钱 投信也有钱 然后政府说它也有钱 其实散户在过年前 不管是融资融券 都有把钱抽出来 是大家都很有钱 在等一个点 那还有就是我认为说 营件来讲的话 一直是我一直提醒各位的 到现在我还是要讲重复的话 既然大家都很想把钱抽出来 引导到某一个地方去 那就代表说 今年政府并没有做多这一块 既然政府都没有看好这一块 你何必要硬去做它 好 这来对你姐姐 短线的一个看法 另外来我请我们重点来补充一下 我认为今天指数来看 基本上这不用再多说 今天指数可能不会太好看 但是不会太好看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不是发贷 不是说指数楼 都没什么事 如果说你是一个积极投资人 或者说你想要赚钱的话 应该是趁这个时候 去留一些比较好 个股的买点 那比较好个股的买点 其实我的标的第一是 指数一片迷糊 就是你也不用看它 甚至要看坐在的 现在这个我已经问过很多法人 大家都看不见 既然看不见的话 就是便看什么 看个股 那个股的话就是折股待机 那折股待机 折什么样的股票 当然就是如果说 投资朋友你会害怕的话 就是折跟景气 比较没有相关的股票 那没有相关 那待机怎么待机 其实说穿的就是打回来 我个人 其实我做股票 我相信如果说投资朋友 你有听我在讲的话 我的最差重要就是 如果今天倒霉被套到了 被套到我没有机会解套 甚至于说我领股息 可不可以领到哪一天 他就解套了 我认为基本上 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出发 也就是第一个就是 他打下也合理的买点 那第二个就是 转强的买点 转强买点其实各股跟 如果说你用大盘来看的话 你可以等大盘再站回到季限 那各股的话 你可以看他那个五日线 是不是穿越十日线 这种级路线 这样转强买点 甚至于也可以像 我刚刚跟大家说的 如果说这种股票 反而有在买 那反而认为说 今年趋势它是往上的话 从高点到低点 基本上只要打回来15% 就会在进展做卡位 我认为可以从 这个地方来讲 来看 那再来就是 这个是待机的部分 那折股就是 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 你可以选 跟几期没有相关的 那跟机没有相关 比如说像生技类股 跟机没有相关 但我认为在今年 第一季 比较明显就是4G 往上这部分 我相信远传 基本上他要做4G 这个是前几天的新闻 那中华电信 这个地方 他也要做4G 那做4G 这个4G是网通 那网通 网通是基础建设 几天好要做4G 那几天不好呢 今天经济不要动不动 我们4G不要走 还有可能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这个4G这部分 跟机没有相关 我都可以做 那除了这个部分以外 像那个LED照明 美国现在 2014年的1月1号开始 它已经停止用白字灯 那停止用白字灯 如果你家的电灯坏了 你要怎么办 要么就用LED 要么就用省电灯泡 但是现在 KRI 所以我记得在之前 公布个讯息 它第三季的那个营收大震 为什么 它降价 降价就是把那个利润压低 然后把售价压低 然后去充那个量 量没有充出来 有 那有充出来的话表示什么 表示这个LED灯泡 跟那个省电灯泡 基本上价差已经没有很大的 那没有很大的情况之下 其实大家可以做比较 省电灯泡 可以省电多 可以省电几年 这东西可能5 6年 但是LED呢 LED现在研究机会都告诉你 你只要买一颗 它可以用10年 那一个5 6年跟10年 如果价差可能只差100块的情况之下 你要用哪一个 我可能会用10年那一个吧 既然10年的那个 那请问投资朋友 你可以看一下 你家的电灯 是不是换的LED的 如果还没有的话 这个市场上还非常大 所以我认为像这个部分可以看 那保守部分就是 相对大盘弱势股 大盘今天可能会刮破季线 但有些股票 封冠的时候已经刮破季线了 那个股票不用点名 这种股票就相对大盘弱 那相对大盘弱的话 我认为这种股票基本上 应该是属于太弱流强的 共个股 好 我们先谢谢两位 倒是还是要特别叮咛给大家 在封冠日那天的话 也是一个大碟的行情 大碟的情况之下的话 千万提醒你 不要乱的方寸 不要乱的方寸 而且机会总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这个稍后回到现场的话 就要告诉大家 这个买盘题材 有哪些个别股票可以留心呢 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现场 2014台北冰雪世界酷炫登场 欣赏零下十八度炫烈彩冰 1月25到4月25 可爱的银鸭与黄色小鸭 台北南港长长馆旁 等你来哦 曾经做过极美幸运之心 和宝来花园广场 这一次不再遥不可及 永和时尚最大开发 极美一品花园 8928 8588 2014台北冰雪世界酷炫登场 欣赏零下十八度炫烈彩冰 1月25到4月25 可爱的银鸭与黄色小鸭 台北南港长老馆旁 等你来哦 开春换新床 睡睡都平安 来床的世界 就床换新床 最多限制了两万元 美国原装奇莫斯 只要两万九千九 美国比格名床 金报价一万六千八 还有买到赚到加加购 看新你 花园广名城 我对你 起来床的世界 不同的观点 看见更多的角度 不同的产业 看得到更多的机会 不同的人生 看见更多的勇气 不同的语言 看见更多的视野 三里全球财经 看见趋势的力量 爸爸 这真的是你吗 他是我 爸爸跑给你看 大叔的马拉松梦 从每天的白兰式基金开始 摧取小分子氨基酸 好吸收就能存健康 面对再多不可能 我要身体说 我能 谁说这位大叔 不难有梦 健康持续 梦想继续 白兰式基金 爸爸你要继续啊 我的自由年代 青春不败 九零年代照片目击 把晨风饮酒的青春岁月 找出来晒晒太阳吧 青春的美丽 其实从来都没有走远 上传你的九零年代 校园生活照 就有机会抽iPad mini 拍立得 搜中有大奖 还可以在我的自由年代片尾 秀出你的精彩照片哦 活动详情 请赶快上 Facebook搜寻 我的自由年代 对于我们 这是创新的改变 及时互动紧密相连 互动的观点 全新的视野 三立ExplorerTube STGnews.net 三立新冠旺 全新上线 台中门户地标 公园首排 四面森林洞去 永恒经典 台中正十二期 九堂乡坡 04-2706-8228 独特L型臀感按摩 I fancy 粉丝你 最爱你的fancy Toku 马年轻松买一节 买指定商品 就可抽红包里现金哦 好 再来看一下 利用你的时间来看到 在亚洲股市目前为止的走势 亚股的行情里头 日韩股市开盘 到现在的话 可以看到出现的反弹 日股反弹股 达到1.6% 当然这段时间 它重错超过6%以上 韩股市台股市 0.4个百分点 这对于台股市的话 会不会比较 这个减轻压力的作用 马上期货也即将要开盘 期货即将要开盘 我们要请我们的棕榈部分 先来看一下 这期货开盘的一个情况 大跌了150点 并不意外 重要的是 这个期货开盘之后的话 现货也即将开盘 只有电子期跌幅 是1.7个百分点 金融期是1.2个百分点 金融期每每都是一个 比较撑盘空盘拉胆的要教 在金融国的一个部分 今天我们集会 基本上今天应该是有机会 都已经说 3100上堂了 如果今天不用点扣打的话 可能就会被骂到臭头 不过如果说 你从期货这部分来看的话 其实这个算是合理 就跌个100 一开跌150 现在差不多在120几左右 我认为这个合理 其实像我们刚刚讲那么久 就是要跟大家说 今天跌个100多点 这是合理的 但合理之后 再来就是看 怎么切无各不卖点 那我认为其实 你也不用急着说开盘9点 现外开盘9点就赶快抢进去 不用 因为开盘之后一定会有卖压 那这个卖压效果应该是 差不多10点半到10点左右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 手痒要进去买的话 你就看到10点半左右 这个地方再进去买 当然如果说有些特别 特别强的股票 比如说 有人要做完 一开始就计划 那个另当别论 那再来就是我们看 这个地方 看什么样的股票 是可以给大家做参考 一样 如果说你会胆小的话 我今天帮大家挑的是 属于比较 如果说真的倒霉的话 真的叫头条 但是公司有基本面 现在本义比不高 你放着 等领股息 或者说过程时间 应该都会跑起来的 像地上就是什么 地上就是 六一八八的广民 我像我们刚刚都看到 那个广达的新闻 广达说他要做云端 外资这地方一直在加码 广达做云端 云端他在做的就是伺服器 就是他转型做伺服器 那这个伺服器里面 其实伺服器 其实我们都在说什么4G 或者说现在两岸讨论的5G 那个讲的是机房 机房到那个 中端使用者这个速度 但是如果说你机房 这会你的硬体没有提升的话 拍谁在那个旧的硬碟 在那边胖胖胖胖胖胖胖 那个速度是没有办法提升的 所以基本上那伺服器 要提升的话 基本上里面的硬碟 现在都做什么 都改做SSD 那SSD广民这个地方 基本上广达就是他打鼓动 那广达知道打鼓动的话 这153成 那他还转型做SSD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刚刚 采到广达的这个 上升的这个趋势 就是那个云端这部分题材 那我们看到获利 它第三季基本上是賺了2.61 那它第四季的營收跟第三季基本上是 第四季是成長很多的 那成長的話如果說我們就假設 做一樣好了 0.9好了 那0.9這樣算下來就是 如果去年的話差不多賺3.5 那上過我現在不到40塊 現在37塊多 我認為像這個本益比不到10倍 那本益比不到10倍 我們再看一下它的配股配息 它過去幾年都配8成左右 那配8成左右如果說它去年賺3.5的話 配8成應該是2.8 你2.8除以37塊看看 是7%多 那7%多的話 基本上這個比定存好太多了 甚至比一些全體乾淨股好太多 我認為是可以留意 再來我們看那個第二檔是 627支的台藥 一樣它是做私機距離台的 它做那個PCB版的 那PCB版的話 它第三季賺1.9 一樣第四季營收會再高檔 去年應該是賺2.5左右 那目前股價差不多28塊左右 這個本益比差不多10倍出頭一點點 10倍出頭一點點 第一段你如果說沒做的話 我認為拉回這個地方你可以做留意 尤其是在破月線 因為月線還是上升的 我認為這個地方可以做留意 再來就是滑電網 滑電網它在第三季 基本上賺了0.47 但是這家公司是做什麼 這家公司是接中華電器的標案的 你到1 2 3季可能看不出來營收 但是它每次到第四季 基本上那個標案 營收一灌進來 就是第四季它會到八發 那第四季 它的營收基本上是接近20億 以過去來看 它只要差不多10億的話 一倍只有1塊錢 那這一次第四季接近20億的話 應該是差不多 我們不要說兩塊 一塊半左右好不好 一塊半的話 那你再加第三季前的0.47 是接近兩塊錢 股價目前20塊 這本一比10倍 基本上也合理 合理的話 封關的時候 大概135點 它還是漲的 那還是漲的 中華電信今年是不是要做4G 它過去接中華電信3G跟3.5G的時候 一片都在3到4塊之間 所以如果說今年中華電信要做4G的話 訂單應該是 對它沒什麼太大問題 所以如果說有機會再成長的話 我認為這個股價基本上是偏低 再來我們看最後一檔 LED照明的 就是248經電 經電到去年第三季為止 抱歉 不賺錢 但很奇怪 投信一直在買 投信一直在買 甚至於在封關那一天 封關那一天 只做大點135點 投信買超第一名 怎麼會這樣子 最近是不是有一些 他跟菲利普之間的新聞 之前報紙是解讀說 好像菲利普要吃他所有的可轉載 然後要報他的產能 因為LED這個照明的趨勢要上來了 但是我聽到了 好像不是這個樣子 是某家公司 好像不太想玩 不太想玩 要把專利賣給他 賣給他之後就是說 他可以拿這個專利去 美國去沖他的市場 所以他的投資公司 現在在買什麼 在買愛迪森 今天基本上是做LED上游的 他現在在買下游公司 就變什麼 他從上游跟下游 他整個包起來 然後去沖美國這個市場 美國這個市場 投信最近買很多 我記得我們之前 可以討論一個話題 就是去年的投信 基本上前五名 除了安多利以外 另外四名 都是同一間公司的 同一間公司 大家可以查一下 就是什麼副X X 插滑的 基本上這間投信 這間投信 基本上就是 應該是集體決策 就是我覺得那一檔 股票不錯的話 就是大家講一講 比如說美麗不錯 美麗不錯 好 那大家都需要去買 所以去年這檔 這家投信的股票 基本上大概都一樣 但是呢 如果說你去查的話 這家投信現在 基本上金店 也買了不少 那有沒有可能金店會變成 因為他去年沒賺錢 投信買這麼多 應該是後面有一些提產 那有沒有可能 金店會變成說 去年的美麗 或是如虹 因為都是同一家投信買的 所以我認為 從這個部分來看的話 像這次檔股票 基本上都是有業績 然後本益比不高 然後他們的產業 所屬的產業趨勢 跟大盤跟景氣 基本上沒什麼太大關係的 我認為可以 在大盤打回來的時候 做點參考 好 這是在 這投資組合部分 這次檔股票 另外一方面的話 邀請鄭雲姐姐來補充一下 首先來講的話 中林有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可能他都開始 一下跌 就開始要選防御性的個股 所以就有本益比的概念 我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剛好提醒的就是 我一下都自己 基本面來選股 所以防御性加上成長性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 不管是茂蓮 振華店或紅振 其實他們距離新高的位置 大概都不遠了 那茂蓮應該就是 特斯拉概念股 因為它離開它半年的 一個下降壓力線即將突破 剛好在封關前 開始有開始做一個大量回補 我記得它跌到一百 一十幾塊的時候 我曾經提過一次 我說投氣應該會 跨年度的認養這檔股票 事實上它在封關前時 這檔股票就是逆勢抗跌 去年賺7.5元 這邊裡頭 這個賺7.5元 7.5元 6塊錢 11塊錢 所以就是去年EPS都非常高 然後今年來講的話 都有二到三成的再成長的幅度 所以我覺得這些股票都可以注意 尤其鎮華店在封關的那一天 差兩塊錢就創新高了 那我們也是在一百一十幾 打回來的時候有提醒 這是個Post股票 甚至於它可能會 就是所謂第三方支付 跟物聯網全部都有的概念 高次太整理很快就突破 那我要提到一個是雅德 因為我記得我上次來上節目的時候 剛好雅德有利多 我說趁那個利多趕快短跑一趟 因為它的平均到了 果然那天是最高點 然後就打回來了三天 打回來三天時 又回到一個原來的平均的口 那個應該說箱形底部快到了 如果中錯的話 所以可以觀察 好 如果它於高點超過30塊以上 然後出現一根長黑 可能又出現了新的一次買點 因為我們上次來講的時候 剛好在240塊以下出現長黑 請你說50塊一個人 記得進入 進去做一個佈局 那現在又從高檔290幾塊掉下來了 所以如果它再出現 整理過程中出現一根長黑 然後出現3 40塊的一個高點 到低點的位置的時候 我覺得它又是一個機會 因為它就是按照那個軌道 緩步做推升 因為今年來講的話 去年賺11塊 今年有機會賺到15塊以上 那我們剛剛一直強調 我們看好自動化的一個概念 包含Google的方法 相當看好自動化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覺得這些股票的話 如果有拉回來 還是各位投資朋友 可以去佈局的各股 好 至數比較這個買團體質的部分 F茂蓮 雅德 振華電 跟這個紅振的部分 當時來把握時間我們來看到 這個台子期開門到現在的話 看起來又是一個 比較擴大跌幅的跡象 那麼多汝姐 請聽聽看你的看法 跌幅已經來到2%了 甚至超過2%以上 其中電子期跌幅是2.3個百分點 那麼金融期的部分跌幅是1.5個百分點 電子跟金融 事實上這兩大題材 也是在外出圈的話 目標上半9200點 9000點 甚至到9600點的話 都是一個買盤的重點 以今天的行情變化怎麼評估呢 我覺得今天的金融或許會比較有抗跌 但是我覺得現貨開盤之後 期貨應該就會進行了一個 稍微的一個收斂 因為剛剛我們已經強調過了 因為你的焦點 可能是放在台積電的 這幾些全職股身上 如果大家可能要計算一下 你認為台積電 開跌停盤的機會有多大 如果沒有這麼大的話 可能開盤之後 如果半個小時的賣壓一減緩之後 可能大盤就是開盤幾乎等於收盤 又上了 應該跟封關的情形差不多 開盤之後就開始在那邊震盪震盪 然後大家就開始等待機會這樣子 好 杜玉姐姐 至於您的個別股題材裡的話 在今天開盤的話 開低並不意外 開高跟開低的話 接下來的低您跟建議是什麼 如果開高的話 千萬不要亂買股票 我就想說如果我的個股開高 因為我一直強調 剛剛我在雅德介紹時就講 你要記得 他開低之後他出現認局 他出現重挫時你再進去買 因為我每次都有提醒說 買股票的時候 你要有賺那個價差 本來就是要等他重挫的時候 你要敢買 所以今天還是同樣一句話 他如果開高就不用追了 因為開高時你很怕那個 真的還有不小心爆股過年的人 會倒出來給你 但是如果說他開低的話 倒不出來 他反而有機會拉高 所以我認為如果他是低檔回頭的話 你才可以去做一個積極買進 如果說他開高的話 我不建議大家去用追加 好 周理 你最後的低迷跟建議 基本上開盤已經開始這樣 我相信大家都 我們講了一個小時 大家心裡面都應該都打強心針了 再來就是什麼 去吃個早餐 喝杯咖啡 10點半 賣壓差不多就9點 開始到10點半這段期間 基本上都消耗完了 10點半回來再開來看 股票到底來自強制股 來自弱勢股 那個時候的話 就可以有風力版盤的機會 基本上我認為10點 以我來講10點半 就可以準備早餐 好 我們先謝謝兩位 我們準備休息一下 文道基本上 謝我即將開盤 中心為你 菲利浦 指定機種就換新 最高折底1000元 費益清潤喉寶丸 天然漢方 口感好 喉痛 口乾 沙癢 比喉糖更有效 費益清潤喉寶丸 由王綺杰老師親自傳授 波段斬折 交戰秘籍 破盤體驗般來了 您進出股市總是多空不明 錯失轉折點 追高殺低嗎 學會一身好功夫 就能領先市場早知道 起訴撥達報名專線 0277251377 77251377 預約贏家席位 台中門戶地標 公園首排 四面森林洞去 永恆經典 台中正十二期 九堂相波 0427068228 全新觀點不超爆 每日關鍵報告 領先各大媒體 趨勢 我說了算 讓您財經早知道 國際財經零距離 Must No News 讓您獨立思考 產業分析最犀利 帶您搶先獲利 鎖定巴巴 讓您輕鬆騎混錢 就帶三粒財經海 喝了杯咖啡 對老闆 好嗎 我覺得挺愛的主意 用口音樂來呈現你家 你進度每年都活活活活 到現在一點進度都沒有 回去再想 你又為食道念有了嗎 提案壓力大 我也只能靠咖啡 來 你的極位服飾定 為食道念有極位服飾定 一定搞定 Dreamers look up to the sky Dreamers Doers keep their feet on the ground In a world of hustle and bustle You see the most beautiful scene You are the doer of dreams The new E-Class 麻里扣 小心你的老毛病又要犯咯 狗婆 喝咖啡 吃甜食 难怪会不会食道逆流 像我啊 随时都准备好 即位服饰定 未食道逆流 即位服饰定 一定搞定 曾经做过极美信义之心 何宝来花园广场 这一次不再遥不可及 永和时尚最大开发 极美一品花园 8928 8588 来 来 来 铁丝玉玲珑 现正热映中 您现在收看的是三立财经台